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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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来解惑一下 就是请问蔡主任 这个中文系大家很好奇 就是平时学生都会在学什么内容 因为像大家都觉得我们平时就是在讲 我们在讲什么文呢 我们在讲中文没错 那为什么我们都在讲中文的时候 大家还需要来念中文系这个科系 那主任可以帮大家来解惑一下 到底这个 我今天讲到念了中文系 那我大概所学是学到什么 那跟我平时在这样一般的跟人家谈话 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技巧 或者一些知识在里面这样子 中文系要学什么东西呢 我想只要是文化中国里面的东西 就是学术 文学 或文化 古典的 或现代 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 那如果用学科分类来说的话 大概有一种叫义理 义理是关于思想方面的 比如说中国哲学史 老子 庄子 孟子 这些 那考据的话就是偏史学 比如说像史记 汉书等等 那如果是 另外一方面是比较偏工具的 比如说文字生意训辜 这算属于考据方面的 那词章的话就比较广了 词章的话 各位可能会觉得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比如说文诗词曲妇 那这是古典的 那现代的话大概就是四大文类 诗 现代诗 现代散文 现代小说 现代戏剧 那这是一个大概的分类 那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图书分类 就是经 时 子 习 我想这个大概多数的高中生 从高中都已经知道的概念 那刚刚主持人有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 平常我们已经就在讲中文了 但为什么还要学呢 我想这个就是书面语跟口头语的差别 这跟华人写外文系是不一样的 各位都知道语文 语言的一个学习 无非是听说读不写 那你中文可能基本的绘画 是没有问题的 比如说我们说母语 但是如果我们要阅读或是写作 特别是要跟古代接轨 这个必须要进中文系来学习 那如果你自己要自我的创作的话 这个可能需要一些理论 或是一些实作 那这个又会进中文系的专业来训练 好像又是没有办法奏效 那我简单的回答第一个问题 是 谢谢主任 那刚才主任也有提到这个身孕 还有这种训孤学 那因为有学生会 高中生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听起来是不是 那我今天进中文系 我是不是要念古文为主 还是说我是像生育训孤这些 那会不会很难 就是主任你的经验在 比方说大一的学生 他刚进来他在休息这种 因为平时我们都不是在看古文 那他会觉得说 那是不是在学古文这部分 会觉得碰到很大的困难 或是怎么样去帮助学生 融入这个状态里面 这样子 问题很好 中文系的课程 按照整个规划来说有一种叫核心课程 这个核心课程包括导读 然后工具 还有宏观之学 这三大类 那导读的话 譬如说像国学导读 文学概论 这些也就算算是一个指南 你要进任何一个领域的话 你要先知道这个领域大概开什么菜 就是有端子什么菜来 开什么课程 这个叫做导读方面的学问 那如果是工具的话 就是如何使用中国传统的那个 行音译的一个工具来学习 或者是来被教导 那就是文字生意训辜等等 那宏观之学的话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做一些 延伸研究的时候 譬如说中国文学史 中国思想史之类的 那这个是属于核心课程 那核心课程通常是列在必修课 那选修课的话是生涯规划 生涯规划的话也就是说 毕业之前中文系有一些基本的学分 就是你要修本系多少学分 那同学可以按照你一进来的时候 或是你高中的一种性向 就是说你的能力的一个导向 来做一个设计 譬如说如果你以后要走创作的路的话 你应该修习一些 比如说像文学创作理论的课程 或者是实作的 比如说现代诗习作的课 散文小说剧本等等 但吃东西的话不能偏实 然后学习的话也必须要广 所以你可能还要在古典跟现代之间 达到一个平衡 通常在新生进来的时候一年级 会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导读课程 就是国学导读 一个就是文学概论 那文学概论顾名思义就是 文学是什么东西 那国学导读也是如此 所以透过这两门课的话 你大概知道这四年里头 要学习的范畴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是 那这个就是像前几天 那个学测才刚结束嘛 就比方说大家都是从小到大 指考 指考 不好意思 就是年纪太大 已经搞不太清楚那个 就是比方说像作文题目是 举重若勤或是什么 那大家会想说 那我今天假如是这个从小 这个作文的能力就不错 那是不是就还蛮适合进入中文系就读 或是说我今天很想要训练 我的创作或是我作文的能力 那进入中文系后 也会有很好的一些学习 这样子嘛 就是跟你就作文这个部分 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回答 第一个就专业来说的话 大概每个人都有能力 只要你愿意学 因为中文是一个非常宽阔的 特别是我们的母语 只要你有心 能力一定是许可 但是念中文系要耐得起寂寞 要参透一些东西 因为它毕竟不是很热门的 也就是说你对文化 对文学要有一点理想 要有一点理念 那曲折可能是必然的啦 因为不像有些科系一毕业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 但也不表示这个系不好找工作 只是说你可能要看淡一些比较 名利的东西 所以我刚刚说从两个方面 从人格特质跟你的专业能力 这个方面来考量你是不是走这样的路 是 好 谢谢主任 那主任刚刚因为也提到就是这个 中文系的同学他可能有一些人格特质 那其中一个就是包括对于这个名利 他不是这么的欲望这么的高 所以呢 可是呢我还是就是不能忽视 就是现在很多同学他在选择大学的一些科系就读的时候 他其实最终他也是考虑到他以后这个就业 那是不是容易是不是方便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主任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以中文系来说他未来是不是 比方说现在的毕业生他主要都是从事怎么样的产业 或是中文系的学生他其实很适合从事怎么样的产业 就请主任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好 那么这个恐怕也是很多考生跟家长很关切的一个问题 那中文系的以往毕业生大概可以从两个角度 第一个就是说学与自用的 那我们先从就业这个部分来谈 学与自用就是说他还是做跟中国文学 或者中国学术有关系的一些行业 那通常的是语文老师 语文老师的话很可能就是中小学老师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市场比较萧条 所以大概一般都会走向安心班或是补习班 就是说一个是走语文老师的路线 做文班这方面的 那另外一个是从事文化事业 这个文化事业的话就很可能会去跟很多科系讲饭卵 比如说走进媒体 平面媒体或数位媒体 因为以我们的文字能力的话 我们如果跟广电系竞争 我们如果跟新闻系竞争 我跟学生讲的话 我们有我们的优势 因为技术的问题是比较好克服的 那所以有可能走进媒体或走进出版业 包括譬如说像编辑 记者采访之类的东西 那另一类的话是 不是学与资源 这是非学与资源的话 那因为各位慢慢明白 大学毕竟是一个 以前是精英教育 那现在的话应该已经变成通才教育 所以他可能会训练你某一些能力跟智慧 所以也许你可以从事 可能跟在大学所学的没有关系 但是有一些相关的行业 比如说像秘书 那个房地产 卖咖啡 这个服务业 对啊 创业 这个都有可能 而且像我们同学也可以走进金融 因为现在金融业也对我们招手 比如说像保险之类的 那如果是升学的话 升学的话也就是说考中文系 然后国文科系 这个当然没有问题 那目前的话 大概我们的学生 很多的会考新闻 观光 或者是其他会中文科系的 或大众传播 因为在国外的话有很多科系 是使研究所才有的 那因为我们在大学受到的是比较文字 比如说对话 或者是阅读 或者是写作的训练 所以可以用这个基础再延伸学习 所以变成就说如果有些同学觉得他的大学 这个科系不够热门的话 他研究所可以改读一门比较热门的 像我刚刚说的像文科来讲 大众传播 新闻 或者是法律之类的一个科系 那也有不少同学他是尝试成功的 听主任这样说就突然让我想到 其实我们世新大学 因为是新闻传播起家 所以因为传播贯穿的缘故 所以其实像我本身也认识很多记者 因为我很多朋友是从事新闻行业 所以其实里面很多是中文系的同学 也是真的是这样子 因为可能中文系受到的口才 或是文字语文表达能力 本来就是可能比现在很多时下的青少年 都来得好 所以他其实就业方面 我觉得其实反而是不太限定 就其实他有这个能力之后 其实有很多很 即使是没有这么学以致用的技术 也是非常适合他来从事这个职业 那接下来想要请主任 就是因为其实全台湾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中文科系 那其实主任要不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世新大学的中国文学系 那他有没有什么比较特色的地方 或是他的优势跟其他的学校比较起来 好 这个世新中文系有几个优势 第一个是四字优良 那么我们的第二任系主任的洪国梁老师 他主持系务大概有六年 好像在这段时间里头 他大量的像台大目前文科 台湾文科比较好的两个学校 就台湾大学中文系跟台湾师大国文系 广征人才兼容并序 所以我目前在中文学界都知道 就是世新中文系的师资是最好的 而且他后来有当院长 就是洪国梁老师 他当时连接任老师都聘当时国内第一把教育的老师到学校来送课 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四字很优良 而且我们还有厌世级的老师 厌世级 那个曾有益老师 这是目前的一个戏曲的一个国内的唯一的戏曲院士 这第一个是四字优良 第二个是学制完整 我们有学士班就是大学部 还有硕士班还有博士班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兼容并序 所谓兼容并序的话就是我们理论跟实作 古典跟现在 那个中国跟本土 就是台湾 那么我们都会兼容并序 那第四个是学风优良 因为世心的学生活泼上进堵实 那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因为曾有益老师的关系 我们是一个戏曲重振 戏曲重振 就是整个国内的一个戏曲发展的一个重振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拥有传播贯穿各学们的 来自新闻传播的资源 所以同学修习服系双组修 基本上比台大台师大政大 福人大学或是淡江东吴 我觉得是方便许多 我都点名了这些学校 刚刚主任有提到就是他学制是非常完整 就是从学士硕士到博士班都有 那这个不晓得这个博士班的这个学生 他的来源是很多是就是世心的大学部的学生 他会这样子一路这样念上去吗 或者说这个博士班的学生他大概主要来源是大概是 就是大部分是其他学校的生源比较多 这样子吗 大概差不多一半一半 就是说由世心一路往上念的 通常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世心大学部的学生 他们宁可去念国立大学 因为是因为学费的关系 但是到研究所就这个趋势就不是那么明显 那有很多同学他是冲着师资来的 那曾永老师是 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一个亮点 那有很多学生是跟着他来学习的 所以我们也有很多国立大学来考的学生 像台大台师大等等 那我们世心的博士班素质 应该算在国内的博士班里头算比较好的 比较整齐的 虽然我们只收三位 那因为是三位虽然很轻英 所以相对竞争也比较激烈 是 对 刚才这个主任也提到这个 世心大学中文系的这个特色 那我想到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 教学组维中心 一向都有补助一些小龙计划 那我知道中文学系有一个是 文学龙的计划 那主要是就是也是让 不只是中文系的学生可以参加这个计划 那主要是让其他科系 然后对这个比方说创作或是诗词 或是怎么样的文学的技巧 有兴趣的同学他都可以一起来 就是他是要申请来加入这个文学龙的部分 对 不曉得主任对这个部分是不是有一些 比方说是中文系是 那比方说他不是中文科系的 他是要怎么样来培养他的一些文学的知识 这样子 文学龙是比较偏向现当代 就是现代的一个创作 那以往可能有古典 但是因为现代学生对古典的这个脾胃 胃口的接受度 好像没有那么迫切 然后现代的部分大概就是 现代诗 现代散人文跟现代小说 那他有一定的程序 通常大概是有几个条件 就我所知道 譬如说过去有创作有得奖记录 或者是经过有人推荐 本系或者是郭文老师等等 他通常会在礼拜三的下午 1点到3点那个时候 这个是像整个世兴大学的那个 中文系跟非中文系的学生开门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有搜尾文学奖 搜尾文学奖 搜尾文学奖是一个全校性的 文学奖 就是一个文艺竞赛 那主要他得奖的学生也是以中文系为主 不一定 古典文学的话中文系比较多 因为中文系有十座的课程 但是这几年的话外系 特别是陆生 不遑多让 然后现代文学的话 大概有些都是外系的 譬如说像现代诗跟现代小说 因为世兴的学生 譬如说是传播学院的学生 比较灵活 素材比较敏锐 所以有时候他写的东西 比中文系的学生还要来有宽阔 所以这个东西当然很难讲 那不晓得这个中文系 他在这个实习的部分 是不是有提供学生一些这个 比方说一些常合作的一些企业或厂商 有我们大概有试过 我们起步的比较晚 我们有试过两年 那合作的单位 我们就说学生去实习的单位 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他自己找 自律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他律 就是我们信上帮他找 那同学多半会去像图书馆 电视台出版社 或者是一些公家单位去做实习 那这一块的话 当然还有校内实习 这个部分 对 会像会跟别的系 像知传 这个传播学院的学生 要去跟他们讲市场 但这个方面大概 我们还算是一个起步的阶段 是 那接下来是 两个是比较轻松的问题 就是其实刚刚讲了很多 这个比较严肃的这个课题 就是最后就是想要带 带这个一些同学问系主任一些问题 就是有很多同学会觉得说 中文系也感觉就是 反正我们也会讲中文 也会讲国语 所以觉得好像 比较容易混过去这四年 那中文系真的很凉或很好混 这种事情是一个传说 还是为什么同学会有这种误解 或是怎么样 主任你觉得 这个完全是一种迷思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可能会用世俗的那种 好 只要会说会写这个观点 但是因为中文系我刚刚讲过 有所谓的核心课程 还有生涯规划课程 我们会有一些专业的要求 了解 而且我觉得回归一个本质面 就是任何学科一定有它的一个瓶颈 一定有它的一个专业要求 所以像中文系的学生比较难过的观 譬如说大二文字学 大三生意学 大四信古学 然后我们的诗词曲都有创作 古文也有创作 这个就有一个要求 那现代诗也是无词 所以这个就是专业性跟非专业的一个差别 一般民间人士的话 大概认为说 反正我就会说嘛 会写 那个就是对话阶段而已 那就是非专业阶段 最后有一个 好 谢谢主持人 最后我自己其实也有一个问题 然后也有同学 好像也是想要借由主任来理清一件事情 就是我记得我以前大学的时候 就是我们常看到一些中文系的老师 他很喜欢做一些比较非现代的装扮 比方说我印象中有一些以前教国文的老师 他就是每次看到他就是长袍马挂 或是怎么样 然后其他同学也会想要知道说 是不是中文系有一些老师 因为他太投入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化里面 所以他这个穿着上会不会都是蛮特殊 有这个现象 真的有这样的现象吗 这个 这个是这样子 这个任何人都有 中文系的老师里面 大概比较古典风 比较中国风的 就喜欢穿堂装 长袍马挂是不方便的 但堂装是有的 那女生的话 女老师有些喜欢穿旗袍 或是中国式的服饰 可是世代不一样的 这不是年轻世代穿牛仔裤 或是很自在的都有 所以其实没有 有一部分人 但是包括那个穿堂装 穿中国风服饰的老师 变成稀罕的 变成少有的 对 所以经过主任的解答可见 这个其实可能也是一个迷思 不过我相信老师即使有这种比较特别 非现代的服装 我觉得说不定对学生来说 也是一个吸引他来上课 或是觉得这个上课好像还蛮有趣的一个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那今天我们非常的感谢 中文学系的采访定主任来跟大家分享 那同时也是进行我们这个 思青大学的细所简介 那今天是中国文学系 那希望今天听完主任这个非常精辟又轻松幽默 但是却又很认真的这个介绍之后 对中国文学有兴趣的同学 都非常欢迎来选择 思青大学的中国文学系 那今天非常谢谢主任来这个简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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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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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